《唐辛風暴3強勢回歸》 《唐辛風暴3強勢回歸》 媽咪即是時候和大家回顧一下李詩琦 下雨、掛骨嬰和米雪的爆想了 李詩琦六百年多選香港公主 有錢有後見索的 他還上歡樂今宵 接受肥肥訪問 當時高場賽和平很快就出手 找李詩琦加入歡樂今宵 之後李詩琦和秋冠因為怕流氓皇帝 而成為螢幕情侶 他兩個人年輕做到老 ending好感人 所以七八十年代 李詩琦和王淑儀、汪明荃 合稱無線鎮台三寶 絕對不講得少 1995年 李詩琦的真情 適現勁好人的善意 升叻做媽媽 一樣感得觀眾歡心 59歲的關谷嬰 14歲的時候 落了唱歌比賽冠軍而入行 唱過《王朝》和《兩亡煙水女》 更多首劇集金曲 他年輕又大公仔之稱 都是清純美女 不過他都曾經走野性路線 八三年 他在台慶不但露腰晒身材 更加用口表演 耳劍頂劍 真是賺命搏呀 七十一歲的夏宇 七四年 由麗的轉頭無線 早年他做小生居多 在七八年的《以天逃龍記》 就是由夏宇飾演武當大俠張翠山 夏宇曾為歡樂今宵做催劇 他飾演的阿凡日妙講六個字 夠口齒伶俐呀 07年 拍《瘦腸愛上碑》放飯的時候 夏宇脫下古裝帽頭一頭 媽咪姐才知道原來夏宇已經禿頭 當時的笑笑口說 拍《古裝》大不了即發嘛 好豁達呀 夏宇的大仔黃奕晨 現在是ViuTV做藝人 成計老豆依缽 62歲的米雪 76年 在街市版《射雕英雄傳》 飾演黃蓉兒走紅 米雪的圈中 都是著名的凍靈女神 01年他幫一周刊拍照 當時46歲的他依然好爽呀 手心如玉的他 在84年色情片 一脫求生都是向嚴鏡頭 後來他被陳偉敏強報 不過露點和其他拿露鏡頭 就由替身代勞 米雪和妹妹雪梨 都是著名演員 雪梨大仔 徐偉棟是歌手兼演員 而徐偉棟的妹妹 徐詠坤 就是2013年港姐第五名 就是演藝世家來的呀